您還在使用昂貴、笨重且高電磁波的太空艙嗎? 微波爐使用時,您敢站緊靠在前面嗎? 超高電磁波的傳統電毯蓋在身上,您睡得安心嗎? 病毒來襲,需要提升抵抗力,讓眼紅外線加熱能來增強體力與免疫力。 聖結達目前推出防疫超級防護組,暖電加多功能熱伏電,買一送一。 原價一萬三,現在特價只要八千元,小沙六二折,限量一百組,要買要快哦! 訂購電話,02-8791-9010。聖結達與您一起捍衛健康。 大家好,童文城突破童文城,我是童文勳。 今天是2020年的4月10號星期五號,又到了週末了。 那麼以後就是一樣,我就是每天呢,就是前面半個小時,我們來談談時事。 關心一下時事,然後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跟判斷。 那另外半個小時呢,我們就開始來講故事。 那其實總統青春故事館這整本書呢,我希望能夠把它控制在12萬字。 那我們整個團隊也正在努力,包括圖、表。 那因為證據其實都在這個論文都已經收集了。 那我們只是把這些論文收集的圖文。 我說過了之前的論文的這個出版呢,它就是所有證據的表列。 然後就是讓大家容易可以看就是圖跟文字說明,圖跟文字說明。 可是有些東西點到為止,有些人就很抱怨就是說,你就是點到為止,是故意的嗎? 其實不是,就是這個論文的出版,因為資料太龐大了。 所以只能用圖文來做。 然後因為當時也急著要把這個資料分享給大家。 能夠讓想要進一步去研究這一段歷史的人呢,可以有足夠的資料可以運用。 不用再走我過去那幾個月非常辛苦的去查證這些資料。 這些過程大家不用再走一遍。 那現在我們就想說,既然沒有人要去做這個工作,我們就自己把它做了吧。 就開始著手來寫,把它寫成故事,讓所有人都可以看得懂。 那不再是看到證據這樣子,就是有點堅涉這樣子。 有點閱讀上有點障礙跟困難。 那麼所以我們也在昨天已經開始開啟了這個預售。 那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大家非常熱情的支持。 那很快就已經開始湧入訂單。 那我們預售只有預售這個精裝本。 那麼就是接到多少訂單,我們就只做多少精裝本。 那這個精裝本呢,我都會親筆簽名。 那同時當然平裝本也會著手來出版。 可是平裝本呢,我們現在不先不開放預售。 因為平裝本嘛,就沒有這個限量的問題。 所以就不開放預售。 等到書出來了,應該就是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有實際的書,獻書。 買了就可以馬上收到就可以看了。 那麼,所以後半段我都會講。 我就會挑這個總統青春故事館裡面的一個人物出來。 照著出場序嘛。 我們會一個一個人物出來,講他的故事給大家聽。 那當然,這個都是資料的收集。 我講的東西呢,通常就是除了資料之外,是我自己的看法。 不見得一定就是對的,或是錯的。 就是我的看法而已。 那大家如果有意見的話,或是有想法,或是有更多的資料要分享。 也可以在臉書,我們有不同的臉書嘛。 有we.tw,我個人的臉書。 同文薰,還有同文層,大家都可以去留言。 或者是在我們的同文層突破同文層的社群裡面, 其實都可以分享。 那麼,所以我們今天的題目是什麼呢? 就是有關於中共解放軍。 現在有一些軍事迷啊。 就是對於美國的航空母艦羅斯福號。 因為出現疫情嘛。 然後鼓掌叫好。 甚至還說這個灌灌加油。 什麼是灌灌呢?就是冠狀病毒。 我真的不明白。 他們把臺灣叫彎彎。 把冠狀病毒叫灌灌。 那這也是最近以來,中國嘛。 他因為限制在法律,在政治方面都嚴格不准。 中國人可以自由發言。 所以大家把力量擠到哪裡去呢? 擠到戲劇,擠到小說。 甚至有一些是情色相關的。 又或者是,大家就是賺錢嘛。 所以有很多的是,好聲音啊。 唱歌啊。 表現自己啊。 或是有一些連續劇啊。 然後因為不能講現在嘛。 以古奉金,所以就有一些穿越劇、古裝劇。 到最後連穿越劇、古裝劇都不能夠播了。 後來有一段時間就變成怎麼樣。 就是,就是還規定齁。 就是你不管寫什麼故事。 就是,在這個解放之後的妖精啊。 不可以成金啊。 這個是非常荒謬的。 可是反正就是,就是這樣子啦。 那,回來我們再講。 今天的題目是說,到底中國解放軍 有沒有冠狀病毒的疫情的問題? 那為什麼中國的這個軍事民 這麼的興高采烈,這麼的開心呢? 那這個是匪夷所思啦。 那所以,在自由雅樂電台,有一個專欄的評論。 這個是朱兆基的評論。 那他的評論就講到這個題目,就是說 解放軍可以抵抗這個疫情的打擊嗎? 當然不可能嘛。 這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航母,所有的軍艦,都是封閉的空間。 所以我們最好的例子就是,停泊在橫濱的鑽石公主號。 這是最好的例子。 鑽石公主號,只要有人一開始傳染進去之後,到最後會有產生什麼樣的疫情。 那當然都是可估,都是可估計的。 所以當時,鑽石公主號的人,原船就是不可以下來。 然後慢慢的在那邊篩檢,慢慢的在那邊確診,才一批一批下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等著,這兩三千人怎麼樣? 在船上形成一種自體免疫。 就是自然免疫法。 看多少人會中獎,那多少人就是不會中獎。 中獎的人有多少人會死亡? 去計算出,去看出其實中國武漢的真實的情況。 當時有很多人懷疑,我包括我自己,我認為鑽石公主號的故事, 其實就是,有人想要透過鑽石公主號去看出這個病毒的事情。 那最近還有一個是南極喔,南極的那種探訪船。 那種南極去一趟那種探訪船,那種旅遊喔,那種郵輪,非常的昂貴。 都是有錢人,那通常也都是退休的老人家。 那覺得說一生中應該要去南極一趟,那種許可是非常難拿的。 到目前為止,你即使可以坐船,你都不能夠登陸,你不可以上南極。 除了這個研究人員,有特殊的許可之外。 那這艘船上呢,被確診了之後,竟然,傳染率高達多少?六成。 六成。這個就是在封閉空間中,會產生的結果。 而且其實,郵輪的情況,還比軍艦好。 好,軍艦上的官兵,住得非常的擁擠。 郵輪至少還有,不管有沒有窗戶,有沒有露台。 至少還都是單間,對不對? 然後還有自己的浴室。 那可是,軍艦上面不是這個條件。 所以,軍艦的情況一旦感染,當然是比郵輪還要再嚴重。 那我們今天,以美國的羅斯福這個航空母艦為例好了。 那一開始呢,有很多人支持中國,不是中國,就是很多人支持美國政府的做法。 就是,把他除這個艦長的位置。 然後把他調到一個,不是第一線的職位。 變成調到文官職去了。 那,有一些人呢,為他抱不平。 那所以,哪一個說法是對的? 認為說,一個軍人有天職,然後你不可以洩漏資料給媒體。 你不可以洩漏情報給不需要知道的人。 這種人,這種聲音,我看台灣其實是大有人在。 那另外一個聲音是什麼呢? 就覺得說,他是一個吹哨者啊。 原來美國政府也會對吹哨者怎麼樣? 施以打擊。 即使是軍方,其實美國的軍隊,當他當然有他的戰鬥的使命嘛。 他有他的任務嘛。 可是為什麼一個國家要維持軍隊呢? 一個民主國家維持軍隊的目的是什麼? 到最後是要保障每一個人的福祉。 你可以因為說我們今天是戰鬥群,所以我們今天是航空母艦上面。 我們有任務,所以我不管船上的疫情怎麼樣,我都怎麼樣。 只講好的不講壞的。 然後即使因為船的非常的快,其實艦隊上面的這個所有的官兵非常的恐慌。 恐慌的情緒當然會有。 那你艦長應該要承擔這個責任。 你應該要上報。 然後應該要怎麼樣處置。 是趕快全艦人都快塞。 然後讓大家安心,把病毒隔離出來。 讓得病的人可以去得到救治。 然後其實到目前為止我們都沒有聽說這些官兵有重症患者喔。 只是他們已經知道說傳染開來了。 那因為有一些是無症狀,所以產生恐慌。 那麼他們施給艦長的壓力是說,你如果真的不做決定的話, 也許依照軍隊的這種傳統喔。 如果艦長這個,他的做法不得整個艦隊上面的官兵喔。 的贊同的話。 可能會產生軍事叛變都有可能。 那他在雙重的壓力之下。 他當然是,往上級去求救嘛。 那這可以理解的啦。 就是,所有軍方的通訊。 以美軍來說喔。 他們很多通訊都是用秘密的方式。 他甚至不是透過什麼網路啊。 你一上了網路、インターネット之後。 或者是,上了衛星之後其實跟透明的東西是一樣的啊。 都可以攔截這個情報了不是嗎? 所以他一定不是用這種管道。 所以當時有人說,欸這個資訊是他洩漏給媒體的喔。 我當時就覺得,第一個不可能。 第二個,如果他真的那麼做的話, 他一定是被嚴加控管的。 記不記得希拉蕊,他當時郵件,他有私人郵件。 這個部分引起軒然大波。 在上一次美國總統大選的時候, 是他落敗的其中一個因素之一啦。 那,一個軍隊的艦長,他怎麼可能不知道這件事。 守密是他的天職喔。 是軍人的天職。 可是他又要維護官兵的健康安全,對不對? 那如果到時候釀成災難的時候,如何收拾。 這是一艘航空母艦,是用核能驅動的航空母艦。 這個影響是可能會引起世界大戰的。 所以,當很明顯的,當他的主管沒有即刻回覆他的時候, 他的反應是,讓更多的相關的單位知道。 他去尋求支援,去尋求support。 所以,我覺得他的行為是非常的正當的。 尤其現在事後知道就是說, 其實他根本沒有把訊息泄漏給媒體。 到底是誰泄漏給媒體? 以美國的能賴,他當然可以查得出來。 也許不久之後我們就會知道了。 但不是他。 那他被拔關了。 被拔關當他部下艦隊的時候, 所有的軍官喊他的名字,向他致敬。 這是多麼感人的一刻。 那後來呢,把他拔關了這一個國防部的代理的 這個海軍部長呢,四天之後就遲遲下台了。 他們兩個是前後期的學長學弟的關係。 好,那這個部分我在幫幫彤彤的時候跟高博士呢, 我們曾經討論過,所以我就不再贅述了。 我今天要講的是,究竟中國的軍事迷 對這件事情的反應是什麼? 我覺得還蠻離譜的。 我們休息一段時間下,待會進來。 總統青春故事館開始預購。 人權離不開真相。 寄生政府守不取。 十二萬字精裝本,每本作者親筆簽名, 並贈送展覽入場券。 展覽預計在六月,會是疫情進行調整。 預購限精裝版,一千元含運費,請至we.tw官網預購。 因人力有限,本預購不提供電話訂購, 以及獲到付款服務。 推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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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受日本护理界喜爱 日本护理专家建议 每日热敷臀部上方 腰部下方的筋骨地带 该处有大量腹胶感神经 及微血管 每天热敷至少20分钟 可以是情况照自己的喜好 延长时间 此法温和舒缓围固便秘非常有效 Apollo Fiber Insight 针对养肺固肠道 特别推出免疫力养生组 内含一张远红外养生暖垫 及一张远红外肚围 暖垫的覆盖面积大 有做不神经痛 腰背痛等问题 能一次做大面积热敷 肚围则方便日间活动时热敷 温度较低 适合长时间使用 肚围让日间排毒持续进行 前后都有发热垫 刚好能覆盖肚子跟背后第四第五腰椎 有限使用还能减缓月经账痛不适 一物多用 整长库费免疫力养生组 原价10800元 组合特价6600元 数量有限 预购重塑 欢迎拜访官网商品业订购 或于上班时间拨打 02-8791-9010 Apollo Fiber Insight 台湾居家热疗首选 大家好 我们回到现场 继续谈 就是中国的军事迷 究竟对美国罗斯福号航母的 这样的一个染疫的一个事件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兴高采烈 这个是中国的这种大粉红 小粉红常常有的这种现象 但是我们要不要把它放大来看 还是说其实这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我们也不要把它放大来看 我们也不要说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但这个就是中国军事迷的反应 那他们在网路上的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灌灌加油 希望这个冠状病毒呢 继续这个入侵 美国的这个军事机构 军方 然后更多的军人感染这样子 好像可以削减他们的战斗力 那么所以我就常讲 就是说我认为学法律的人应该要武德 那其实最应该要武德的人是谁呢 是军人 所以现在国际的公约 对于战俘要怎么处理 要有人道主义 对不对 那今天这个病毒是从中国传出去的 我常常在对 有一些节目上面 我对于中国民众的一个呼吁 就是说 你要真的国际化 你要让全世界接受中国 其实你应该要有同理心 你应该要 这种人道主义是全球化的 应该有同理心 从来中国在出现灾难的时候 没有人在那边兴高采烈 在那边叫好 如果有人这样做 我们谴责他 所以你看像汶川地震的时候 全世界对于中国的捐款 最高的是谁 台湾 我们有没有对四川汶川的地震 兴高采烈 没有人这么做 甚至美国 甚至各国 很多人愿意派出救援部队 但是中国都拒绝 后来发现说 这些救援的物资怎么样 红十字会 地方政府 后来还有地方政府的相关 怎么样 被判刑 那个贪污的这个数字 都是天文数字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得到的回报是什么 更多的飞弹对着台湾 对于美国呢 美国对中共的辅助 真的是 我觉得恩同再造这四个字 都不过分 从1979年 美国开始总共 一直到去年 2019年 这40年中间 美国对于中国的支持 1979年的时候 对于中国的支持 那个时候 他的经济是什么状况 开始乒乓球外交 才脱离了 文化大革命 才脱离了大饥荒 经济 想要起飞 当然需要美国的协助 走入国际的市场 到了1989 六四天安门 那时候国际 怎么样攻击 中国 中共 虽然有一些美商撤出了 可是最后 还是在 柯林顿 这些美国 几任总统 的支持之下 让中国加入了WTO 当中国加入WTO之后 才真正的经济起飞 那从2000年开始 一直到2020年 这20年中间 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 有多大 从一年 一百多亿吧 一直到一年 四千多亿美元 这样的恩德 还不包括每一年 美商投资在中国设厂 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抢3M的口罩 3M设厂在哪里 中国 这种投资训练你的员工 让你知道国际贸易要怎么做 提拔这些中产中高阶层的干部 开放市场 让你进入 这恩同在照都不为果 可是当美国有疫情了 中国兴高才烈 不只是罗斯福航母上面的疫情 美国本土的疫情 是谁带过去的 很清楚吗 中国带过去的 这个病毒一开始就从中国去了 可是他非但不道歉 还要想甩锅给美国 那这个故事 当然他们自己的大使 都看不下去了 都反驳 都否认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的这一些军事迷 对于美国罗斯福号航母的 兴高采烈 我觉得特别反凤 几个原因 第一个 中国自己也有航母 也有舰队 绝对不要忘记 如果罗斯福号上面会有疫情 那中国的航母不会有疫情吗 除非中国的航母 中国的舰队 在三年内都不要下船 也不要有人上来 物资的补充 你可能在舰队 在甲板上面种菜 养猪 自己自足 没得吃就钓鱼 自以自足 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不染疫呢 不可能的 那如果染疫 你要靠谁可以把疫苗发明出来 你要靠谁可以把很便宜的筛检试剂 大量生产 你才帮助你去辨别到底谁是无症状啊 谁是代源者啊 把他隔离出来进行治疗 进行病毒的排出 然后如何排出病毒 这个药物 你都要靠西方国家的帮忙 尤其是美国 这种东西还需要说吗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对于美国的冷嘲热讽 有必要吗 其实只是彰显 整个中国这些军事迷 他的短视尽力而已 这种肤浅 肤浅到什么程度呢 第一个 没有武德 没有人道精神 对不对 忘了自己 你的军事很强吗 那不然来打打看好了 曾经在这个索马利亚海盗的 护鱼事件里面 中国派出去的舰队 面对索马利亚海盗 那种小角色小海盗 不敢动手 退避三色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渔船 被夹进去索马利亚的海港 然后后来他们的理由是说 去追忌啊 去追这个索马利亚海盗啊 花的油钱啊 比赎金还要高 所以我们后来有经济的考量 所以我们就不去追了 这非常荒谬 因为有一个电影叫做怒海杰 就是这一次也感染了冠状病毒的 汤姆汉克演的怒海杰 其实鼓励大家去看 这个电影很好看 就讲当时索马利亚海盗非常盛行的时候 那么这个男主角呢 他索他是舰长 他是这个运送这种货轮的舰长 那这个货轮怎么样被加持 然后美军派出海豹部队 怎么样把他救回来 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 这个电影非常的紧凑 非常好看 有时候我如果有机会的时候 搭飞机啊 有很多电影可以看 我通常有机会的话 我就会再把这个电影挑出来看 怒海杰 那讲到这个问题就是 回来就是 其实中国自己军队的强弱 不是靠着大外宣或是宣传 你就真的强还是真的弱 有很多武器的不及格故障 这都只是不能报道而已 所以不需要兴高采烈 那真相呢 其实是驴是马 有一天总是要拖出来赛一赛的 就知道了是驴是马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把它当作今天的主题 跟大家分享 就是现在整个中国应该是 我常说双标族嘛 双标这个问题呢 是台湾最大的问题 台湾不能进步是因为双标 可是台湾的双标族呢 其实也是比较激烈那一群人啊 那如果跟中国相比的话 我们大概远远不如人家 中国应该是双标族密度最高的国家 它是最大的栖息地 双标族最大的栖息地 那么相信政府相信党啊 我们就从罗斯福号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吹哨者 吹哨者如果讲到这个李文亮的话 我就必须要讲 有一个长期对中国观察非常精准的一个媒体前辈 他在讲说李文亮啊 你说他是吹哨者 不要太早说要去对于这个李文亮鼓掌 因为看到事实之后发现李文亮根本就是他自己家人亲友的群组 去警告说可能SARS捲土重来 这是去年12月的事情 那其实发生什么事呢 你看后来中共的调查报告就知道了 其实李文亮不过就是 以这个前辈的形容 他说就是黑道的小弟 趴车的小弟在门口趴车的小弟 不小心泄露了黑道大哥的行踪 所以被叫来踹了两脚教训了 你怎么可以泄露黑道大哥的行踪呢 被踹了两脚之后他就闭嘴了嘛 所以他从来不是吹哨者 那后来现在因为大家都说 这个小弟刚当初说的对啊 说的好啊 所以中共只好把他怎么样 就是商事当作喜事办 就把他当劣事 给他一个什么 金钟令 给他一个勋章 那小弟也很开心 那他死了 我们不知道他开不开心了 但是所有人就这样子 就过去了 就互通过去了 因为这个小弟确实是小弟 对于香港的反送中事件 他远在武汉的一个医生 好好做他的眼科医生就好了 他不是 他发表过很激烈的言论 痛批香港的民主运动 那这样的人他其实对于吹哨 对于中共这个政权 对于这个老大哥 他从来没有反抗的意思 没有反抗的意思 就在这个黑道大哥的避孕之下 争取他的小确幸 如此而已 所以他远远没有资格被称为吹哨人 在中国一界 有足够的资格被称为吹哨者的是 就是蒋艳勇医师 蒋艳勇医师当时在 讲这个SARS的疫情的时候 他真的戳到这个黑道老大的痛脚 所以后来他被软禁 长期被软禁 然后甚至据说现在被软禁之后 还被喂食了 就是对于脑部有非常大伤害的 让他根本无法记忆事情的这样的药物 这是蒋艳勇 那么SARS的疫情 为什么能够得到遏制 其实及早的 这个新闻 资讯 的布局 以及当时SARS这颗病毒很毒 所以他的宿主很快会死亡 也有相关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的是像蒋艳勇 这样的医师 但是这些小粉红 这些中国的军事迷 可能连蒋艳勇的名字 连听都没听过 OK 我们下一段进来 远离肺炎 养肺很简单 睡觉兼养肺 养肺 趁睡觉就能做到 肢气管呼吸道受寒 造成的发炎 生痰 反复咳嗽等并发症 会大幅降低肺部功能 让病毒容易入侵 健康的肺是防疫最珍贵的资产之一 Apollo 5 Insight远红外线养生暖电 专为全身热疗而设计 躺在上面便可热敷背部阳气之海大追穴 以及与肺脏相应的肺鱼血 直接去除寒气威胁 保养肺脏 暖电使用专利远红外线发热纤维布 躺在上面即可拥有绝佳睡眠力 睡眠力就是免疫力 Apollo 5 Insight另外一个高人气产品 多功能热敷电 体积轻巧适合局部使用 对减缓肩颈紧绷 坐骨神经痛 痔疮都有极佳的舒缓效果 有好康要与你分享 Apollo 5 Insight推出日夜兼顾的超值防护组合 内含远红外线养生暖电 以及多功能热敷电 组合原价10800元 现在特会价62折 只要8000元就可整组带回家 养出好费 税出抵抗力 就趁现在 欢迎您直接拜访官网选购 也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8791-9010 电话订购 Apollo 5 Insight 台湾居家热疗首选 永远关心您的健康 低头足有救了 妙招感向颈椎病 轻松解除颈椎的不舒服 低头足的风险是容易眼睛不适 及颈部肌肉僵硬 使用远红外线养生护颈 减轻颈椎不适 低头足长时间盯着3C商品 造成眼睛疲劳酸涩 更容易导致近视 使用远红外线养生眼罩 恒温干湿热敷 有助于舒缓眼睛疲劳 圣洁达县镇特别推出 眼罩加护颈优惠组合 原价3600元 现在特价只要3000元 限量100组 订购电话 02-8791-9010 圣洁达永远关心您的健康 请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大家好 这个是我们的说故事的时间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展开 总统青春故事馆的精装版的预售 那么我除了会把这本书 在完全定稿之后 我会开始做录音 我会把它变成是一个 除了是有这个电子书之外 阅读电子书 然后方便海外的朋友 可以很快的就把书拿在手上 不需要等到邮寄 另外我会出这个录音档 就是audio的有声书 因为方便很多 现在大家节省自己的眼力 所以就用听的方式 就可以把这本书听完了 有时候可能开车啦 也可以用听的 所以我们也会开放这样的一个有声书 那可是在节目中呢 我就固定呢 每一天呢 我会挑一个人物出来讲 因为其实这本书 我们不想写得太厚 但是十二万字啊 是跑不掉的 那我们会尽量把它用最 大家这个很轻松的方式 可以去阅读它 可是这些人物呢 如果不是单挑出来 一个一个讲的话 其实是讲不完的 那么这么多人物 如果我们一个一个讲 可以讲一年 可以讲一整年 所以可能我们就是会接着 就是每一天 我们其实就会讲一个故事 那像五手工 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 我们不可能 在一集里面就把它讲完 我们可能要讲好几集 所以昨天我已经讲了 五手工 那我们今天继续讲 那我要怎么去破题呢 就是说 其实昨天也讲了 就是律师这一行 在台湾的功过 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有两任总统 像马英九 蔡英文 两任总统都是简合的律师 但他们从来没有 以律师这一行为标榜 蛮久的话 其实长期以来就是重振 然后法务部部长 台北市长 他其实长期以来就是重振 那蔡英文呢 他的律师 所谓这个律师的这个领域呢 其实是刻意被掩盖了 刻意被掩盖了 那么大家知道就是他的教书生涯嘛 然后路委会那一段 所以所谓的GATT什么谈判高手 可是从来没有人听说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律师 对不对 所以他的律师是不是简合这件事情呢 其实也是到我去把他查证出来之后 大家才知道 原来蔡英文的律师是简合的 我过去在没有查证之前 我只是怀疑 因为我觉得以他已经是一个教授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 不太可能跑到考场去考试 因为如果没考上呢 那会很难看嘛 所以后来才查证 就是因为去年查论门的时候 我们才查出来原来真的是简合 那还有律师的总统啊 陈水扁 陈水扁才是真的是考试 所以我们有真正的律师 考试出来的真正的律师 但是后面两个律师呢 现在还活跃在台面上 那律师这一行对台湾的功过 我必须要去说 就是说其实出了论门的这个书 或是讨论论门之后呢 有很多不认识或认识的人 看到我之后 都跟我讲过同样一句话 他说因为你 我对于律师这一行呢 我改观了 那我说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讲论门 我并没有去呈现 律师这个行业 应该要有的一个专业的东西 我并没有去呈现这些东西啊 他说不 你呈现了这个专业了 为什么呢 就是查证资料的过程 那其实我觉得查证资料的过程 不是所有的记者 其实不是律师这一行 应该要做到的而已 我觉得每一行都要 记者应该要 对不对 医生也要啊 历史学者要不要 当然要啊 你看云石的回忆录 他讲他在探究近代的 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 所有的资料 都是要眼见为凭 查证的 然后谁说了什么 谁做了什么 这是要查证的 那么包括我们讲 当时我们的诺贝尔得主 李远哲院长 他在推荐蔡英文的时候 难道他不应该做 详实的查证吗 还是只是因为我有自信 我看的人绝对准 所以我就推荐了他 给所有的台湾的公民 投票就投他 我支持他 最后必须要在2019年的元旦 出面来发这样的一个公开信 希望蔡英文不要参选总统 这个是李远哲的 他对于自己过去的推荐 说的重一点是一个赎罪吧 就是因为没有查证嘛 所以当大家因为看到论文门 我们怎么样去查资料 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 所以认为对律师这个行业改观 我觉得要怎么说呢 就是律师这一行确实是评价两极 好我自己其实在美国考律师的时候呢 美国的律师必须还经过一个叫做ethic 就是伦理的这样考试 所以你除了学科考完之后 通过了放榜了 很开心榜上有名 你还要再去做一个伦理的考试 伦理考试通过之后 才能飞到你所考试的那一周的首府 去宣试 去宣试当律师 那当时要去宣试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个别对每一个人要interview 在interview的时候呢 考官又问我几个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问我什么呢 他说 美国有很多对律师界的笑话 你对于律师的笑话有什么想法 那我就说 其实我在台湾也是律师 那台湾大部分人对律师有一定的尊重 那我们自己对这个行业也有一定的尊重 所以我们很少有律师的笑话 我们也很少讲律师的笑话 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要对这个职业有尊重 你要认真的把这个工作做好 才能够撑起这个职业 受所有人尊重 这是我当时的这个想法 那时候我几岁啊 还不到30 20几岁的时候 所以很多人跟我说 看着这本书 或是认识我 因为做节目 认识我之后 发现说他对律师这一行改观 谢谢大家 但是我不需要说 很多人对律师有戒心 或者认为有一些律师就是打混的 打迷糊仗的 然后接案子的时候并不认真 我也必须承认 这个是事实 所以认真或不认真 我认为真心认为 这个不是律师这一行的问题 而是普遍的国民的素养 当普遍的国民素养是差不多就好了 差不多先生充斥在各行各业的时候呢 其实这是一个国力不振的 这个国家没有办法变成一流国家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那所以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 昨天已经告诉大家了 吴守公他是一个律师 对不对 那么其实近代第一个影响台湾命运的人 台湾命运的人近代 我们从1945年之后 就是接收日产 影响台湾最大的一个人就是吴守公 吴守公是律师 接收日产的主委是律师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特别对这个人物呢 我们在总统青春故事馆里面 我们要特别来介绍他 那么吴守公呢 他是一个真博士 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非常年轻哦 非常年轻 他是这个民国看几年 他是1901年出生 1901年出生 所以那个时候民国都还没有 还没有呢 这是十年之后才有武昌革命 才有民国嘛 那么他是江苏武靖人 二十几岁他就已经拿到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什么呢 法学博士 后来他是上海 在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呢 他在上海呢就成为这个想当当的律师了 很年轻哦 想当当的律师 他曾经历任的什么呢 外交部派江苏交涉员 他的名称 他的职称是公署秘书以及科长 上海租界临时法院的推示 因为那时候都叫做推示 不是把事情推出去 当时的法官就叫推示 因为他要推理嘛 要判断事情 推示这两个字其实是从日本来的 他叫做 所以是上海租界的时候的临时法院的法官 然后又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教授 还有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的这个资议 资议委员 那当然最有名的就是 后来在到台湾的时候呢 他来接收日产 接收日产 所以其实他是最早来台湾 涉及台湾重建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我们其实之前在同温城的时候 有分享 就是说吴守公呢 他除了接收日产之外 他非常的忙 他一个人身兼述职 忙到什么程度呢 他既是接收日产的主任委员 他又是台湾银行 当时台湾银行的监察人 监察人 那其实台湾银行有很多的董事嘛 当时的董事长是严家干 可是董事可以有很多人啊 监察人却只能有一个人 也就是说他绝对是标标准准的国王的人嘛 国王是谁呢 蒋介石 他是蒋介石的人嘛 可是蒋介石为什么会跟他认识或者是怎么样结识的 在我们书中有一段详识的披露 就是不打不相识 不打不相识 那他不但这样子 他还是我们台大法学院啊 第一任的 就是在接收日产接收 在日本战败之后 台大法学院的第一任的院长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台湾已经有三届的律师总统了 对不对 从陈学扁总统 马英九总统 到蔡英文总统 这三任总统都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 所以有人说 台大法律系应该要被禁止 应该要这个立法禁止 台大法律系的人再选总统了 有此意说 当然这是违宪的 大家说说笑笑 台大法律系现在变成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那当时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第一任的院长 就是吴索公呢 大部分人不知道 所以这个人物其实没有离我们很远 他去世的时间很晚 他这个人物离我们不远 可是我们对他竟然是这么的模糊 所以其实不学台湾史 或是我们学的台湾史 是教科书所编的那一套 其实无法让我们知道真相 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断 看台湾的历史呢 吴索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们下一段进来 总统青春故事馆 开始预购 人权离不开真相 寄生政府守不取 12万字精装本 每本作者亲笔签名 并赠送展览入场券 展览预计在6月 会是疫情进行调整 预购现精装版 1000元含运费 请至we.tw官网预购 因人力有限 本预购不提供电话订购 以及获到付款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还在使用昂贵 笨重 且高电磁波的太空舱吗 微波炉使用时 您敢站紧靠在前面吗 超高电磁波的传统电毯 盖在身上 您睡得安心吗 病毒来袭需要提升抵抗力 让远红外线加热能来增强体力与免疫力 盛杰达目前推出防疫超级防护组 暖电加多功能热服电 买一送一 原价一万三 现在特价值要八千元 下杀六二折 显良一百组 要买要快哦 订购电话 02-8791-9010 圣洁达与您一起捍卫健康 好我们回到现场 今天我们就继续讲故事 那因为明天又放假了嘛 又休息了 那吴守公呢 他这个1901年出生嘛 祖籍江苏武进 那么他求学的这个地点呢 大部分他其实这一生大部分的一个很关键的转捩点是在上海 那民国七年的时候呢 他是这个东吴第二中学 从东吴第二中学毕业 其实那个就是东吴大学在上海的附属中学 那也就是东吴大学的这个前身嘛 法学院的前身 那当时的校长呢 很有趣哦 当时的校长是美国人 美国人 那我们看吴守公呢 他其实曾经在这个东吴大学毕业之后呢 他跑去菲律宾大学读了一年书 所以他的英文除了他原来在东吴大学 那校长就是美国人 所以他应该是学英文 去菲律宾 你当时菲律宾呢 是跟美国的关系是什么 他有经过日本的殖民啊 菲律宾那时候的条件是比台湾都更好的 在日本殖民的时代 其实菲律宾那时候条件比日本还好 所以他去菲律宾读了一年 然后后来去芝加哥攻读 这个博士学位哦 其实不要说是这个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去芝加哥大学攻读这个 法律博士学位有多了不起哦 今天芝加哥大学的法律博士学位 一样非常的了不起 而且芝加哥大学出了一个谁呢 欧巴马 所以芝加哥大学的法律博士 真的是something 他不只是不得了 他真的是学霸 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 我们去找一百年前的这样子 这个他到底写什么博士论文 这个大概也应该可以找得到 但是没有花这个力去找 如果有在美国的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找出来让我们看看说 他到底当时他写的是什么样的论文 那他不只去念了这个PhD 他还跑去瑞士日内网 研究那时候这个1920年 所成立的这一个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 所以他的国际观 以及他走遍天下 其实确实我们看他的相片 是一个长相非常斯文的文人嘛 所以他可以这个很早就在上海职业 然后同时职业又跟政府有关系 那这个人为什么会把他 被我们把他摆到这个 总统青春故事馆的故事里面 是我们第一个所提的人物呢 我一直在纳闷就是说 吴守公为什么 他在接收日产的过程中 他当然很有机会 我们并不是说他一定就是贪污舞弊 但是呢 他很有机会去接收到日产 对不对 不是为了官方去接收日产 而是他有机会去把日本的 日本人留在台湾的财产怎么样 变成自己的财产 到底有没有交易 还是直接就登记过户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不能讲 可是我们光是以地追人 就追到一块地 这块地呢 分成三个地号 地点在哪里呢 就是后来 蔡杰森所拿到的这块地啊 其中一块 叫做林口大饭店 那我们在讲林口大饭店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在林口吗 其实不是 他不是在林口 林口大饭店在中山北路 还有这个民族东路 是对着民族东路 所以他们隔着 这个饭店是隔着民族东路呢 望着热马饭店 就是现在的北区海霸王 他就是隔着 我们有这样的相片 他就隔着民族东路中山北路口 可是呢 他是他的门号 门牌号码呢 是在55项的这个里面 他不是临着大马路 中山北路的 那临着中山北路的是谁呢 就是当时的美军林口军官俱乐部 那为什么叫做林口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必须要去找 可能当时他们美军驻扎在林口 或什么原因 就取了林口这个名字 可是跟林口的地名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就是林口的美军俱乐部 去买了买售了无所公的其中一块地 另外一个同样一个小地号呢 的知己 有之八之九之十 其中一块就是蔡吉珍买下来 买下来在1966年就是民国 1966年民国 55年的时候呢 去申请建造 然后就把它盖起来了 盖了四层楼的专照建筑物 那它的使用分区 以及它的这个使用执照上面 登记的是什么呢 是集合住宅 可是这栋大楼呢 这栋四层楼的专照建筑物呢 从来没有被拿来当作集合住宅 它就整栋拿来当旅馆 在当时为什么能够这样子违法营业啊 这绝对就是特权 而且它只做一个人的生意 就是美军的生意 那么跟勒马饭店做了一个区隔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到五手工 就是因为 当这个土地藤本 我们建造藤本找出来的时候 发现很有趣啊 怎么可能蔡吉珍跟五手工 怎么有交集的 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所以认识了五手工 然后可以从他手上买到这块土地 这让我们很纳闷的 所以就开始去查五手工对不对 那我们就猜测就是说 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 因为五手工喜欢玩车子 五手工在上海的时候 其实他那时候就买了一台呢 敞篷车 非常拉风的敞篷车 那这个敞篷车呢 他呢 后来呢 就是他很有眼光 就是知道说 如果这个在作战的时候嘛 他如果弄着这个敞篷车不放呢 可能会给自己带来这个麻烦 所以他当时把这个敞篷车捐出去了 捐给当时的军方 捐给当时的军方 在他来到台湾之前 那所以我们相信他到台湾之后呢 以他的这个实力 他当然是怎么样 还会继续拥有车子 那当时在台湾根本 台湾并没有汽车厂 所有车子都是进口的 几乎都就是从美国来的车子 那他当然一定也有权力跟特权 可以去买到车子 而这样的美国车 在中山北路上面 当时他就是住在 他卖给这个蔡杰森的这块地号上面 上面有一栋房子 然后后来又分割 卖给美军军官俱乐部 那这一块土地 他本来是上面有一块建筑物 后来拆掉了 把他分割出去 卖掉之后拆掉了 但我们现在找不到 他当时老房子的相片 也许有一天有机会 会找到这样的一个旧照片 但是目前还没有 我们现在能够找到 比较早的相片 就是当时的林口大饭店 比邻了美军军官俱乐部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相片 那么 所以他住在中山北路上 他住在中山北路55号 这样的地址 这个地址本来是他的 那你如果现在回去看 这个地址 就是在中山北路 这个民主东路口呢 现在是什么地方呢 现在是一个7-11 三角窗是一个7-11 然后后面有一小块斜斜的 这个土地呢 是停车场 目前是停车场的用途 这是目前现在的现状 那所以我们相信 他在中山北路上面 拥有进口车 所以呢 他要去哪里修车 就是朝阳汽车 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才认识蔡杰森 然后 等到蔡杰森有实力 要买土地的时候 也是因为 这样的一个机缘吧 所以才能够拿到 林口大饭店的这块土地 那他很有趣 他把这个林口大饭店呢 盖成什么样子 盖成呢 前面有一个风车 就是整个是法国的红魔坊 就是整个是法国的红魔坊的那个样子 所以你知道他要经营什么样的生意 其实从他盖这种房子 在门口摆了一台 法国的红魔坊的风车 就知道他要怎么样来经营林口大饭店了 好我们明天是派遣律师 那待会我们有这个跟高博士 我们继续探讨 跟这次疫情的影响 以及对未来的影响 我们待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pollo Fiber Insight 远红外线养生暖电 专为全身热料而设计 躺在上面便可热敷背部阳气之海大锥穴 以及与肺脏相应的肺鱼穴 直接去除寒气威胁 保养肺脏 暖电使用专利远红外线发热纤维布 躺在上面即可拥有绝佳睡眠力 睡眠力就是免疫力 Apollo Fiber Insight 另外一个高人气产品 多功能热敷电 体积轻巧 适合局部使用 对减缓肩颈紧绷 坐骨神经痛 痔疮都有极佳的舒缓效果 有好康要与你分享 Apollo Fiber Insight 推出日夜兼顾的超值防护组合 内含远红外线养生暖电 以及多功能热敷电 组合原价10800元 现在特会价62折 只要8000元就可整组带回家 养出好肺 睡出抵抗力 就趁现在 欢迎您直接拜访官网选购 也可在上班时间 拨打02-8791-9010 电话订购 Apollo Fiber Insight 台湾居家热疗首选 永远关心您的健康